请收看翠律法师冯雪讲座 又不能忏悔干什么 所以这个业障啊 看你在每天在求忏悔 拜八十八佛 他会感动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堂啊 这些法师们一定要每天拜八十八佛 你不拜八十八佛 你出家业障现前怎么办呢 你不拜八十八佛 你业障现前你怎么办 你逃哪里去啊 没有几天你就还俗了 这个八十八佛是每天都功课啊 就忏悔嘛 我们每天都念佛 回向给这些冤心债主嘛 这个八十八佛的功德到底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啊 在经典里面讲啊 若有人告诉人家拜八十八佛 一传十 一个传十不是一个传十个哦 是一传二二传三 然后联系传第五十个 第五十个 我是第一个告诉你拜八十八佛的 第二个叫你拜八十八佛 然后联系传五十个 那五十个所得的功德 即能灭除五逆十恶重罪 而告诉人家的就能灭五逆十二罪 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告诉人家拜八十八佛 有这么大的功德 又不然我为什么每天你飞起来拜不行啊 连缺续都不可以啊 为什么 初出家 夜上会卡住的 自己也没有什么功夫 那就在四项上下手 多拜拜佛 多清净身 所以你看到八十八佛这个功德这么大 那就不败不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